这一消息还要来看到是高雄市立委候选人邱于轩 8号在高雄市林园区以徒步的方式扫街时 却因为附近巷道都在进行交通管制 有一名公信男子就是疑似不满等太久 骑着机车直接的穿越队伍 还刚好就压到了邱于轩的右脚 但也因为这名男子戴着的是对手候选人的帽子跟旗帜 那么让呢这整个邱于轩的郑英觉得他的动机可疑 高雄市立委候选人邱于轩脱掉袜子 伸出肿胀的右脚整个脚背有三分之一被纱布裹着 大拇指更因为挫伤整个包扎起来胜出纤维血丝 我刚才看的时候他已经冲过来了 那我本能反应就是往后可是脚来不及 因为其实我是要往前的 所以右脚来不及所以就搞鬼这样 邱于轩表示8号当天在高雄市林园区文胜街一带 以徒步方式扫街时 一名拱姓男子疑似不满交通管制 骑着机车直接穿越扫街队伍 骑人他也承认是有那个旗帜 但是他是不胜 他直接是不胜 不是故意来冲 走路还一泊一泊的邱于轩质疑 拱姓男子当天就是像这样 戴着对手的竞选旗帜和帽子 直接朝他冲过来 甚至在事后一句道歉也没说 根本就是蓄意冲撞 他百分之百是蓄意冲撞我 对手阵营回应过多的揣测没有意义 警方也强调 龚新男子自称是急着要回家 绝对没有攻击意图 全案交由检察官 整版当中 中天宣网家新张新 高雄报道